我说那你这样就不对了 他要挟我 你的错误为什么让我来买单 而且呢我说我爸都去世了 这个事情你们不能这么做呀 对不对呀 2021年11月19日 王女士父亲因病去世 安葬完父亲后 王女士来到了父亲生前的工作单位 北京插车一分场 办理丧葬费申领手续 我就去他们单位了 退休办了 到那以后就跟他讲 我说我们昨天刚火化完 完了我说今天赶紧告您一声 听说是25号做工资 这个月就别再给我们做了 人已经走了 王女士说 北京插车一分场 每月25日做工资表 所以他赶在了24日 把父亲的户口本身份证 死亡证明等材料 提交给了工厂退休办 当然他们跟我讲呢 说是有可能都做完了 说因为这些社保局做工资 不是他们做 他们单位就给了我一个 转账的那个账号 让我12月15号到银行去查一下 看工资到没到账 如果要是没到账的 就直接去单位就办那个 就是死亡证明 就这些手续就行了 2021年12月15日 王女士按时查询父亲的账户 发现账户里果然有一笔 6,316.4元的养老金收入 于是王女士便按照工厂的要求 把这笔钱转到了指定账户上 王女士告诉记者 查车一分厂 现在归北京启重机器厂有限公司管理 因此 他将这笔钱存进了北京启重机器厂有限公司的账户 2022年5月 6个月过去了 王女士觉得父亲的三藏费应该到账了 我应该大概是在5月20几号去银行查 结果一查那三藏费没到账 后来我当时也不奇怪 因为我就觉得肯定人多 可能是这块还是没有给做没能完 但是后来我一看 怎么打了三个月工资 1月2月三个月工资到账了 后来我就挺纳闷的 三藏费没到账 反而又多发了三个月的养老金 这是怎么回事呢 王女士回想了一下 确认自己已经将父亲的各项材料 提交给了工厂退休班 三藏费申领手续也已经办理完毕 王女士赶紧把情况汇报给了工厂的退休班 八方跟我说说我们给您往上反映了 说结果还是跟上次是一样的 说的您不退钱三藏费就不给做 我说了我这钱呀是你们给我爸打上去的 也不是给我的钱 在我爸那退休本上呢 第一次多发的工资 已经退回到指定账户了 这次因为工作人员的失误 没有做人事检员 不但多发了三个月的工资 还致使丧葬费无法申领 王女士气愤至极 结果我说钱我可以给你退 王女士告诉记者老父亲一辈子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做事认真 没想到现在人没了 丧葬费却成了扯皮的问题 我去他单位就是插车一分厂 去他单位以后我也跟他们讲了 到现在为止我你们没有任何人给我道歉 给我的理由就是你们工作忙 没有时间做这个工作 现在丧葬费和抚恤金统一称为遗嘱待遇 王女士估算 父亲的丧葬费大概在10万元左右 如今母亲重病 急需这笔丧葬费救急 可插车一分厂 却三分五次的拖延 让他们家无法接受 向拔的女士有一个遗属的相关的 这么一个事情 先领遗属没有成功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事是吧 现在是因为给办遗属的 先退费 退完费以后然后再办理 家属这边说两次没有领成功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这个他那个因 咱们现在什么 就是说打在你帐上以后 这个钱呢必须退回来 然后领取的遗属结手续的时候 得先把钱们结清了 退回来以后再办理你后边的手续 电话里 这位工作人员一直强调 只有王女士先把钱退回来 才能办理其他手续 对于记者的提问 工作人员没有正面回答 一开始的时候 到底是谁把这个事情给弄错了 这个现在也不好说 有一点是比较忙华 这个事情咱不论是什么原因 您觉得咱们这个工作单位这边 有没有工作失误会否认 我这次说呢 我没办法跟你那一支 我只能和现在办案 什么也办 好不好 公司没有及时办理检员处理 存在过错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目前待遇发放呢 其中有一个条件 是不存在多领取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如果存在多领取的 需要先退回后 再办理领取待遇手续 对于查车一分厂工作人员的回答 王宇是很无奈 他说由于公司的失误 导致他们无法正常生活 我说钱都在这个折子上呢 上边也有利息 我会连本带息地给他们 但是他们呢 耽误我爸的这几个月的这个丧赃费 我也希望他们连本带息地给我 其实给我 我目的不是为了要钱 哪怕你给我一分钱 证明你们这件事是你们做错了 而不是我的错 我必须给去世的老人一个说法 那么纵观王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呢 一方面 老父亲单位工作人员的工作 两次失误 应向王女士进行真诚的赔礼道歉 获得王女士的谅解 双方呢 应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 进行有效沟通 同时呢 单位应将待遇领取告知书 及时告知家属 告知政策规定领取的条件 单位给家属造成实际损失 家属有权利要求赔偿 另一方面 对于王女士来说 由于目前遗嘱待遇政策属于 一申请公开 建议可以通过北京人力社保局 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了解相关待遇领取政策 积极配合单位办理相关手续 避免导致待遇损失的进一步增加 王女士说 多发的钱 她肯定会退还给公司 但她更想知道 到底什么原因 导致自己两次都不能申领丧葬费 截止记者发告时 王女士仍然在和北京 其中机器厂有限公司 进行沟通 我们的栏目也会持续关注